还有球迷相当不安心的陈伟英的动态 受伤之后呢 终于归队的陈伟英现在确定 台北时间这个星期四 在精英主场要担任先发 他接受我们中式的专访 首度分享了他为人父之后的改变 他说有小孩之后最大的不同 就是下场之后不会只想着棒球而已 即将回到大联盟的陈伟英很开心 也准备好了 而首度为人父有什么改变吗 陈伟英说 现在对我来讲的话 有小孩子应该是说 我比赛结束或者是球场吓得说 我不会再一直去想棒球的东西了 就是变成是另外一种的休息方式 可能就是 而附近的期间 虽然很多时间和家人相处 但是陈伟英透露说 很想抱小孩却不能抱 就是那一段时间其实就自己 就还蛮想要去抱小孩的 可是老婆啦 然后就会比较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就说 现在医生 防护员说你可以抱了吗 还是防护员说你可以 现在进度是怎样 陈伟英说日本比较没有那么注重家庭 但是美国可不一样 其实也是来到美国之后 就是有跟总教练 就刚来的时候有跟总教练谈了一下 然后他就觉得就是 家庭还是要 就是还是美国的部分 还是以家庭为主这样子 所以就是让我感觉到 就是比较重视家庭的这一块东西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陈伟英将在主场于10号面对游奇兵 寻求他付出的第一胜 中式祝纽约特派记者公报 华林次会采访报道